大家好,我是Paul,周遇到自我英文起讀 这是一个朋友Jesse传给我的新闻 我看到我就觉得,这好好笑,我一定要录一篇起来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BBC的报导,也翻成了中文 我们先读一些中文的,让你给你一点背景的概念 希望你会觉得有趣,并且跟着我一起读下去 所以这里有中文报导说 俄罗斯懒虫模特利路修如何成为中国上文化标志 懒虫模特,什么叫懒虫模特,成为中国上文化标志 你看这边写了一个名音图,不想上班 里面的中文报导,我念一段给你听就好了 来自俄罗斯的男模伊万诺夫,在中国一名为利路修 英文拼音是L-E-L-U-S-H,我猜可能就念成了Lelouch吧 因在中国实境选秀节目直言,一心想回家 以及拜托观众不要选他等厌世表现在墙内爆红 他闷闷不得脸充斥在中国社群媒体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指出 成千三万年轻人把这个27岁的俄罗斯南墨 当作上文化的象征 上里的上,上里,我不知道到底念上还是上,随便啦 一种以冷漠和悲观为中心的青年世代次文化 所以你看,他就是一副老子不想干人的状态 结果却变成了超红的 所以BBC这个报导其实相当的详细 我们先看标题,Lelouch How a sulky Russian model became China's slacker icon 所以Lelouch,他作为一个 sulky Russian的model 如何成为一个中国的 slacker icon 所以Sulky是什么? 这个字你知道,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是我看《神尼少女》这个电影的时候 跟我的人生有点连结 你知道《神尼少女》 那小女孩根本不想搬家啦 但是跟爸一起,跟爸妈搬到了乡下什么的 然后一开始不就是躺在那个车后座,然后不爽嘛 Well,这就是在Sulk 所以Sulk其实就是动词 然后Sulky就是形容词,OK? 所以闷闷不乐不开心的Sulky这样子 那他怎么变成了中国的slacker icon slack这个字也是生活中非常常看到的字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或许还真的是这个字呢 slack是松,是什么松呢? 就假设你在遛狗好了 你的遛狗的时候不应该 尤其你遛大型狗 你的那个链子啊 就不能够放松松的 因为放松松他一拉你就跑啦 你会被扯飞 所以如果链子给他绷紧一点的话 就不会被扯飞 所以 You know you should never keep a slack in the leash 所以你的链子永远不应该松松的 大概这样的概念 所以 动词片以slack off 就打混 所以你是一个打混的人 你就是一个slacker 所以 Hey quit slacking off 不要再打混了 跟着一起看影片 所以他变成了中国的slacker的icon icon就是代表性的人物这些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下面英文的真正的内容 Being kicked out of a reality TV show Might not b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要是你被 慈禁秀踢出去 可能是不会值得庆祝的事情 Being kicked out of a reality show Might not be something to celebrate But for one Russian man 但对于一个俄罗斯男子来说 It was a dream come true 这是一个梦想成真 OK 所以好棒喔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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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latest twist 而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转折 也就是说 本来他们以为不会被踢出去耶 OK 所以这成为了一个转折 在他的 unlikely journey to becoming an icon for Chinese slackers 在他的一个很有趣的旅程 这个旅程还是很不可能的一个旅程 就是你怎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anyway 所以他的 我们就再看下去 所以他的 stage name 叫做Lelouch 他的真正名字我也不想念 It's one of the hottest star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 at the moment 所以他是中国最红的网络明星之一 Hashtags and memes featuring his sulky bored face 所以有很多的标签 主题标签 还有很多的 meme 迷音图 特征主打着他的 sulky 刚刚讲闷闷不乐 以及无聊的board face dominate social media 主导了社交媒体 社群媒体 随着 As thousands of youth have embraced the 27 year old model as the new symbol of 上文化 他真的把上文化就用 音译翻译了出来 所以好几千个 数千名的 数千的 应该可以讲的数万 年轻人 应该讲数万不对 数完是tenths of thousands thousands就数千好了 所以拥抱着这一个27岁的model 因为它代表着上文化 所以这是一个youth subculture subculture就是刚刚我们中文读到的次文化 因为sub就有底下的概念 所以我也打一下 subculture就是次文化 那这个次文化就 它的中心为是什么东西呢 嗯 我们刚刚要把上这个字翻出来吗 可能不好翻 所以它用了两个形容词来说 就是pessimism 跟apathy 所以 pessimism就悲观 pessimistic 就是悲观的形容词 那我们也多加一个optimism 这是乐观 所以乐观跟悲观 要记两个一起记 所以它代表着它的中心是悲观 以及apathy就是冷漠 OK 对事情默不关心 so it all began when he made the worst but also possibly the best decision of his life 所以一切怎么开始的 就要当他在做了他人生最糟 或许有可能是最好的的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看这写作的方法就很棒 你就会想 那那个是什么决定啊 我好想要你告诉我 他到底做了什么决定 才会被认为是 要不就最差 要不就可能最棒的呢 so 再读一次 It all began when he made the worst but also possibly the best decision of his life 看下去 Earlier this year 所以今年稍早 Lelouch was asked to give Chinese lessons to two Japanese contestants in CHUNG 2021 所以他被要求啊 来教中文 give Chinese lessons 给两个日本的这个参赛者 to two Japanese contestants 在这个叫什么 衝什么东西的 我刚好有看到一眼 他们参加那个 创造营2021 创造营不好翻 他就直接写 chung 2021 随便啦 然后他怕你不知道什么是chung 2021 所以他非常贴心的斗点 会补充一个给你看 所以这是一个 A reality TV TV competition Aimed at creating China's next boy band sensation 所以这是一个竞争 目标就是来创造出中国的下一个男孩团体 所以boy band就是男孩团体 sensation就是你知道很棒的一个 so the Russian model who is fluent in the language after living in China for several years agreed 所以这个Russian model呢 同意了 那你看中间 形容是直觉的部分 他怎么样了呢 他对中国中文这个语言还蛮熟悉的 who is fluent in the language 因为他在中国住了几年 after living in China for several years so the Russian model agreed basically that's the core of the sentence 所以这个句子本身就是他同意了 下一句 but Lelouch's good looks didn't escape the notice of the show's producers 但是他的帅气啊 没有逃开这个producer的注意 producer要干什么 制作人 所以并没有躲开制作人的注意 所以总之就是制作人注意到他帅了 so his good looks did not escape the notice of the show's producers days before the show began in early February 所以在这个秀在2月初的时候 在开始播的几天前 so days before the show began they ask him 他们就问他 would you like to join as well 你要不要加入算 然后他就想figuring he had nothing to lose 他想知道反正没什么好失去的 所以这个nothing to lose or a lot to lose 就是在英文的生活中常听到的一种概念 所以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电影 下午反正你没事 然后说我下午我本来要读一点数学 可是我想说看电影不会死啊 那就算没考好可能我妈也不会打我骂我 或者是我也不觉得跟我的指考计策有关系 总之扯了半天你就会说 that's ok I probably have nothing to lose I'll go watch a movie with you 所以就是nothing to lose ok so figuring he had nothing to lose in later interviews he said he felt like trying out a new life 所以他觉得他反正没什么好失去的 在后来的一些interview他就说了 感觉像试着一下一个新人生一样 so Lelouch said yes 他同意了 cool 然后接下来 as one of the show's 90 contestants 所以身为其中一个90中的90歌里面的其中一个 one of the show's 90 contestants he was promptly enrolled in boy band bootcamp 他就马上被送去报名了 这个boy band 这里这个bootcamp的意思就是集中训练营 真的就是这个词 不要讲集中 我差点讲集中营 可是集中营听起来是那个二战时代 那个希特勒那个东西 那不要 那个叫concentration camp 那那个真的叫集中营 可是这个是集中训练营不一样 这是训练营 是bootcamp hours upon hours of singing 所以 好几小时又好几小时的 唱歌 and dance classes 就唱歌跳舞的课 hours upon hours of someone 你就如果你要讲一个事情很长很长的话 耗很多时间的话 hours upon hours of someone 这个片语还不错 好 with his every move broadcast to the rest of China 你知道这种都是 他们会随时跟拍 然后你每一个举动 吃东西甚至上厕所走出来之类 都可能被放松了全中国 so his every move 他的每一个行动 broadcast to the rest of China broadcast就播放 according to reports 根据报道 contestants could not leave their accommodation on the island of 海南 所以他们到了海南岛 the island of Hainan 他们不能离开他们的住所 they could not leave their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就是住宿的概念 通常accommodate的意思是配合 你想要几点来找我 我带你出去玩 几点什么时候可以 随便我配合你 i'll accommodate your arrival 这样子 但accommodation这边讲的是住宿 and were cut off from the online world 所以他们从线上世界整个被切断掉 cut off from the online world they had no access to computers 没有电脑可以用 and even had to hand over their mobile phones 甚至得把他们手机交出去 they had to hand over their mobile phones this was clearly not what Lelouch had expected 我在心里面想到一个片子就是 我不是来报名搞成这样子的状态吧 所以我心里面想到的就是 that's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 ok that is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 很多西方人会用这个句子来面临一个局面就是 我当初想的不是这样 我当初以为这里是怎样怎样 然后现在不是 this is not what I signed up for 但这里没有出现这个很可遇的expression 他用的是 this is not what Lelouch had expected 这是他在先前 签名报名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and he was brutally honest about it 而他就非常的诚实地面对他的感受 老子他妈就不爽啊这样子 所以他下面说 I don't want to dance I'm also not suitable for a boy band too 所以我不想跳舞 我也不适合参加男孩团体 so I'm really very tired 我就真的很累 I want to go home this month 我这个月就这样走了 he bluntly stated in one interview he bluntly stated in one interview 这个blunt的意思也是非常直白的这样子 所以 刚刚讲这几个字是常见的collocation he was brutally honest about it 所以这里 这个片语brutally honest 所以honest前面 如果你想强调honest 不要用very 你可以用brutally honest ok 然后既然 手机 对不起 然后他也很直白的 所以blunt这个字就是非常直白的 ok but there was not much of a way out 但是没有什么路 没有什么出 别讲出路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逃脱的可能 there's no way out ok the contract contestant had to sign or had signed reportedly carried a hefty fine 所以他们所签的合约 the contract that contestant had signed reportedly carried 所以拒报着 carry 所以就宰着一个 这里面这样的字也很常看得到 就是很大的一笔罚款 fine就是罚款 前面常出现的很大一笔 不是big 不是large 不是不行 可是我们很常看到的hefty ok carry the hefty fine if they decided to leave 要是你想 quit的话 赔钱啊 so the only way they could escape was if they got voted out 唯一能够离开的方式就是 被投出去吧 就反正就是没有被投到进下一轮吧 and so 所以 and so Lelouch decided to be the worst contestant ever on John 2021 他就开始 他就开始摆烂了 he decided to be the worst contestant ever 他决定要当这个秀 睡着的一个参赛者 so week after week 一周又一周 he slept in late 也就是睡过头 slapped in soaked through his interviews 又看到soaked 就摆错脸 interview摆错脸 我好想看 and listlessly took part in classes 这个字 好生动 就是 没什么 该怎么解释listlessly 因为list这个字是清单 你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你在逛shopping mall 或者不要讲shopping mall 你在逛量饭店 可是 你竟然没有在心中列出一个要买东西的清单 所以你就在里面走着 可是你没有清单要go through 就是这个状态 你在 你正在listlessly walking in the mall walking in the grocery store 懂意思吗 我都觉得这不需要中文解释 我刚有找一个中文的解释 可是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因为不重要 所以 他就是一个listlessly 好像就是一个没目的般的吧 大概是这样子 就像我刚刚讲 你没有个清单需要去做 ok 所以listlessly took part in classes 所以在他的课程里面 他就是listlessly做了这一个 上了这些课 仿佛也就是你可以想像 我本来 我今天跳舞的时候 我想要特别 强调一下我腰部的摆动 还是之类的 我步伐常常踏不上节奏 你有一个list well he didn't so he was listless 我这个字也不好念 he was listlessly going through the classes taking every opportunity to slack off during rehearsals 所以把握了每个机会来打混 在rehearsal就是拍演的时候 ok 所以拍演叫做rehearse是动词 rehearsal是名词 ok 那他的舞台表演呢 for his stage performances while other contestants crooned romantic ballads or performed energetic dance with numbers he mumbled his way through and mourned for russian rap twice 好 所以至于舞台上的表演 当其他的contestant crooned这个字就是 银声低唱 那很浪漫的romantic的一些 这个ballad就是你知道 那个叙事曲 我们中文把它用贬义翻成了巴拉歌 可是就是 我们所听到的华人歌 多半都是ballads 周杰隆人歌多半都是ballads 除了一些rap之外 所以这个crooned就是 低声吟唱 这样子 ok 所以那contestant呢 crooned romantic ballads 或者perform很有活力的 dance number 这里的number也就是 反正就是舞曲 排好的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叫他number 那他呢mumble就是 ok 就嘟囊着 he mumble his way through a mournful russian rap 这个mumble就是悲伤的 所以他唱了一个 悲伤的 俄罗斯的饶舌歌唱了两次 所以应该就是两个表演 所以这边有这个影片 你可以看 我等一下会点来看 可是令他很不开心的是 观众很爱他 So to his exasperation 所以這個exasperate 就是覺得很惱怒,很不爽 所以令到不爽的是 the audience loved it, loved it all his dorness,他的這個不開心 his deadpan answers answer的答案加個deadpan就是 dead 死掉 deadpan就是命無表情的或之類的 像你今天吃飯沒 這樣就deadpan his deadpan answers his lowkey frustration had been trapped in the 21st century 呃 卡夫卡般的nightmare 那我個人對於卡夫卡不是非常熟悉 但是在英文的世界裡有時候會把這個形容詞拿出來 So kafkaesk Kafka就是卡夫卡 那一個esk就是 般的這樣子 像我知道很多高中學過如畫般的 如畫般的美景 picturesque這樣子 所以這個esk結尾就是什麼什麼般的 然後他是很低調的一種不開心 卡在一個21世紀的卡夫卡般的噩夢裡 這寫的還真是很棒的寫作功力喔 OK 很不幸的是 這個show的director 他了解到這個人是收視的保證 the show's directors sensing he was ratings gold the rating就是收視率 黃金啊 他是收視黃金 he was ratings gold played up his reluctance in their edits of episodes 所以他們就特別真的去專注 他的這種心不甘情不願 在他們的簡介中 很了不起喔 OK 你可以想像這個 所以真的都沉浸在畫面上 所以played up his reluctance 在他們的edits of episode episode是一集一集 那剛剛的reluctance 是心不甘情不願的 我們打在這邊 meanwhile his ever-growing fanbase who christen themselves 喪屍吧應該是 喪屍吧應該是 喪屍 OK 或者就meanfans 惡粉絲嗎 惡粉 所以他們自己稱為了這一個 所以這個christian的意思 christian的意思 其實是 你看裡面有這個基督徒有沒有 Christ 所以也就是 你知道基督徒呢 受個洗 或者是封個什麼東西的之類的 就是這個字的概念 所以他們把自己稱為了喪屍還是什麼 所以同一時間 不斷成長的粉絲的基礎 fanbase 稱之以為喪屍的粉絲們 voted him voted for him repeatedly to ensure he remained in the show for weeks 來確保他能夠留在這個秀裡面 持續好幾週 而且 留在這個秀裡面就是 不開心者這樣子 所以這裡有兩個詞 一個叫做grimace grimace就是擺出惡臉 Gyrate 類似一樣的意思 OK for their viewing pleasure 為了他們能夠看得開心 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一個 就是一個迷因圖 這個利老師 你知道他們喜歡叫參賽者老師嗎 就我出導吧 結果粉絲來了 耶 好的一定投到第五名 然後他就沉下去 所以這個迷因圖還不錯 下面還有相當長的這個東西 我們沒有時間講 我這個影片講到這裡已經夠長了 那我鼓勵同學去看 因為下面就剖析著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一些想法 如果你真的很想再聽下去的話 真的 自己去看 有一天你會脫離我的影片 因為我的影片真的只是一種 intermediary的東西 牽著你 用湯匙餵你這些文章 等到餵到你吃飽了 長成四歲五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Paul啊你這個影片對我來說已經太簡單了 在那個時候 I'll be very glad to let you go OK 你就可以去看原文的東西了 那如果你現在就已經可以的話 Go for it Go Seize the world This English speaking world is as much hours as it is native speakers 我們把它抓在手裡好嗎 我們下次見